广告 欢迎收看 秘密好好玩 大家好我是何主嶙 我是郭敬诚 我们赶快从命理来看 谁是 哎哟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女人也会想尝鲜 对这是真的 所以 男孩儿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这接着什么话呀 真的 来 欢迎我们的命理老师 首先欢迎吴伟玲老师 老师好 接下来欢迎汤正伟老师 老师好 来 接下来欢迎爱飞老师 老师好 来 欢迎几位来宾 首先欢迎我们的宁年夫人 先生好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麦若鱼大哥 麦若鱼你好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许上伟 麦若鱼好 好的好的来看 这一顶可大顶了绿帽 你先生如果是帅哥 你还会跟人家 这个现在真的不一样 不是只是帅哥而已 而是说这个老公 还真是对老婆也很好 是喔 是说谁 观众朋友 当然这个是我们大陆的明星 假奶酿 惨哭 戴绿帽子深夜买醉 但她的太太是谁 介绍一下 李小鹿 是我们金马奖最年轻的 影后 李小鹿 那你说这假奶酿有多帅 帅喔 帅 帅不帅 你老公长这样 你还去偷吃这样 一句话 这个是大家一直想不通的 当然他也很有才华 因为是嘻哈 你知道就是嘻哈界的 对不对 巧楚 所以秀美 老公长这样要偷吃这样 我们真的很想知道李小鹿在想什么 所以就说现在的女孩怎么了 而且更悲惨的是呢 来手上这两个板子 贾奶酿跟PG1呢 他们两个是好哥们 他们两个是马鸡 马鸡 知道吗 来 这个啦 他们两个是马鸡 那小王跟老公他们是哥们 真的可以吗 来 先讲这个绿光战警 悲惨的故事 不是绿巨人啊 好 现在绿光战警呢 一排过去已经是主球队了 我就不细数了 我先讲最新的绿光战警 贾奶酿呢 他是在2012年跟李小鹿结的婚 大家对李小鹿比较有印象 是因为刚刚麦克林已经讲了 是我们金马奖最年轻的影后 贾奶酿呢跟李小鹿 两个人当时是一起演戏 然后认识贾奶酿有多喜欢李小鹿 你知道吗 他从他宠到无极限 他两次都在一个很盛大的典礼上 求婚李小鹿 李小鹿还爱理不理 所以其实贾奶酿跟李小鹿 两个人的结合 当初为什么有些人不看好 就是因为这个男生 太卑微 太卑微 他很宠爱李小鹿 他们2012年结了婚之后 你知道吗 李小鹿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他们叫他甜心甜心 这小女儿很可爱 他宠这个李小鹿宠到 李小鹿回家不用做家事 也就不打紧了 连他的婆婆都要帮他端洗脚水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假的 真的啦 真的 因为他怀孕的时候不方便嘛 怀孕的时候你也不方便 你知道大家喜欢泡脚 你叫孕妇端那个端盆子吗 端水不可能嘛 所以除了贾奶酿很宠她 她的婆婆也很宠她 好 这故事是怎么来的 贾奶酿跟PG1 这个名字本名叫王浩 这个男生呢 他们两个人都出生自哈尔滨 年纪有差 他们两个是哈尔滨人 又是同乡 还是哥们 尤其是贾奶酿 超爱PG1的歌 那两个人因为是拉吉 她爱她的歌 因为她中国有嘻哈冠军嘛 那中国有嘻哈 她在比赛的时候 可是中国有嘻哈 也不过是最近的事啊 近半年的事而已 所以你说这个故事真的 在PG1完全不红的时候 是贾奶酿一直帮她按赞 帮她造势 真的喔 你知道她对她有多好吗 直播的时候尽量买礼物 是贾奶酿买礼物 去拱这个PG1 因为她很疼PG1 因为她是她哥们 两个人好到什么地步 贾奶酿结了婚 她可以带着李小璐跟PG1 三个人去三亚度假 海南的三亚 三亚度假 人家都有拍到啊 就说他们去哪里 去度假出去玩吃饭 是三个人一起 重点来了 既然三个人这么好 在2017年12月31号 发生什么事呢 那一天就有媒体拍到 李小璐跟PG1 这个中国有嘻哈的冠军 两个人先去跟朋友吃饭 吃完饭之后呢 两个人这个李小璐呢 开着车跟PG1就到 PG1就到男生的家 在进男生的家的之前 那段路拍得可清楚了 这个PG1呢 拿着李小璐的包包 帮她拎包包 然后李小璐就勾着 这个男人的手 你们看起来就像夫妻嘛 对不对 然后两个人竟然手牵手 相互搂着 就进了PG1的家 整个晚上没有出来 更悲惨的是 12月30号我们去跨年吗 你知道贾奶奶在干嘛吗 在家吃泡面 然后直播 然后大家都问说 李小璐去哪里了 她说什么 她说她去弄头发了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 其实她是在她哥们家 你知道有多悲惨 所以她不知道的情况 媒体都知道她们在一起 对 后来被拍到之后呢 惊天动地对不对 你知道PG1还说什么 她说 各位 奶亮亮哥是我哥们 她说小璐 是我嫂子 那一个是哥们 一个是嫂子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是一群人一起到我家 没事的 我们只是聊天 她可以这样讲 连李小璐也说 她没事的 好啦 隔了好几天之后 贾奶亮就写了一篇千字文 控诉她被戴绿帽了 她说我心里在堂学啊 好惨啊 你看这绿光战警啊 好 我最后总结一下 PG1呢 现在有个封号叫玩嫂子 好 那这件事情呢 在整个就是华人娱乐圈 引起很大的震撼是 这是个诅咒吗 我不知道 我刚刚讲吃泡面对不对 你知道那款泡面找了三个男艺人代言 第一个叫王宝强 王宝强也是很有名的 第二个叫陈玉帆 他老婆谁 白败盒 白败盒 哦 哎呦 到底是什么泡泡面 男人别吃 但女人如果你有其他想法 你就买回家 放在那个看东西 好了 所以谢远就说 男孩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怎么保护啊 不要乱吃泡面 男人怎么保护啊 你看这个 来来来 这个照片更有趣 对啊 这怎么回事 你知道我这衣服吗 因为他们两个是哥们 所以呢 这个贾奶亮被戴了绿帽之后 他一脸消沉 他就跟他的朋友抱抱抱喝醉 喝醉了嘛 喝醉了嘛 出门的时候就穿了这件白色的外套 糟了 这是玩嫂子PG1 糟了 因为贾奶亮穿了那件白色的外套 PG1又一模一样的一件 就小王跟人家老公是两个相隔一样 就是我们有时候穿同一条裤子长大 他们是穿同一个外套 会不会人家跟着三人行啊 麦哥 我不知道 可是贾奶亮他是 他是签字文是觉得 可是我们要正面一点 其实这件事情呢 PG1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惩罚了 因为在这件事情 当贾奶亮的签字文出来之后 PG1本来是在这个深圳 他有一个演出嘛 海报立刻下架 因为他被冠上玩嫂子 这三个字就太过分了 哥们对你多好 你怎么这样对待嫂子 是不是 好 这群起激愤 不应该 绿光暂停的悲惨故事 那嫂子呢 嫂子有影响吗 没有耶 嫂子还去接小孩 我在大陆看他上节目 还跳舞 还跳舞 就在过年前后 对 两个男人受伤那么深 你刚刚讲他31号 他有预录一个跨年晚会 结果他当天晚上还31号 还在台上跳舞 怎么回事 那嫂子开心就好了 实在不一样 女生真撒脱 是当年的王线的五虎将 那其实他们的婚姻 其实很幸福 有六七 本来都很幸福 有小孩 小孩长大 他去做保险 做保险 然后做到保险经理 也开始独当一面 那然后就跟保险公司上市 因为保险公司上市拉拔他 拉拔他 然后就两个人就产生了婚外情 然后这个绿帽才被带出了 真的问麦哥 有一位男艺人条件也是很好 也很照顾家里面 但老婆也真是给他戴绿帽 这个戴绿帽 大概是戴绿帽前辈了 因为你看 前辈 我们当年的标题就写戴绿帽 黄日华戴绿帽 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 那这个是 这个是他的妻子 梁洁华 其实当年他们在无线电视台 是 他们都是同期的 就是同期的学员 他的妻子也是要当演员的 那因为黄日华 因为他妻子其实长得不是 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他妻子其实没有 心运没有那么好 那黄日华当然大家知道 是当年的无线的五虎将 对跟刘德华梁朝伟他们 他演过很多戏 包括虚竹和尚 郭靖 郭靖 对 郭靖本身来了 而且黄日华其实在 发迹的过程中 走红过程中 其实有跟大明星 就是跟TVB被传过绯闻的 包括像邓翠文 像龚慈恩 这些都是大明星 那反而梁洁华比较没有 那梁洁华其实后来跟黄日华结婚以后呢 他们就他就退他就不做演员了 就做默默的做这个妻子 因为他有没有很红嘛 那其实他们的婚姻其实很幸福 有六七本来都很幸福有小孩 直到这个梁洁华他因为小孩长大他去做保险 做保险然后做到保险经理 也开始独当一面了 那然后就跟保险公司上司 因为保险公司上司有拉拔他 拉拔他然后就两个人就产生了婚外情 那这个事情当时也是被媒体拍到 黄日华一开始也是不知道的 然后媒体拍到他们在街上 这个妻子跟他的上司两个人 疑似很亲密的手牵手被拍到 然后这个绿帽才被带出来 但是问题是这一对 黄日华当时选择是隐忍 因为他其实他爱他的老婆 他就隐忍 那其实这对到目前为止没有离婚 而且还急转直下在前几年 他的妻子得了血癌 就是白血球的病血癌 那黄日华就是在病榻前面 一直很用心照顾他 那现在他的妻子病情也抗 就是对抗过癌症对抗过了 那他们两个人吸手走来 已经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可当年真的就是绿帽照顶 这个事情闹得非常非常大 好的来汤老师 我们通常这种绿帽照顶的时候 女生都会说我可能是卡因了 我不愿意的是不是这样 找借口 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卡因啊 来怎么样手面下的女人 比较受不了 尴尬了 胃口比较好 有些人可能是选择性太多 本身的桃花很旺 或是他本身的欲望也太强 所以看男仙女的手面相 他可能会引起很多的诱惑 第一个的话就是他天生长得比较迷烂一点的 这种迷烂的脸相就是 看他的嘴巴 因为嘴巴就是上唇比较单薄 而且下唇非常的厚 因为嘴巴在面相来讲 他是一个人的欲望的代表 其实嘴巴越大但欲望越强 那他越容易表达自己 只是上唇代表是付出的能力 下唇代表是接收的能力 如果下唇越厚代表他喜欢享受 喜欢接收 那如果女生的下唇特别的厚 然后上唇很薄 薄到像刀一样的话 那就真的是只会接受而已 他可能会控制不住名牌的诱惑啊 或是金钱的诱惑 所以他就会搖蕊去 就会跟这男人在一起 那如果这个女生他的这个双颊呢 又特别凹陷的 如果说有一些人 他的女生是下唇很比较厚一点 那如果他对工作上很有事业心 例如说他的颧骨很强 他会转为工作上的动力 但是如果这两甲凹陷的话呢 他就会容易受到金钱的诱惑 或是名牌等等的 这种五光十色那种绚烂的生活 他会比较受到影响 所以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他天生比较热情奔放一点的 人人都是好人 人人都可以变绿光 就是这种热情像 两只眼睛呢 明显的大小不一 就是你可能没有画出来的情况下 就有那种大小眼 微微的不算啦 因为每个人都有 只是说如果你是很明显的大小眼的话 代表什么呢 他的性格会比较开放一点 因为他内心很容易不平衡 所以他可能会借由感情交往 交朋友的方式 让他内心弥补他的平衡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天生有一些比较自卑的感觉 那他可能 例如说他可能书读的不好 那可能他交往对象就很喜欢找文人 赌书人等等的来弥补他的安全感 其实他在感情上的寻求慰藉呢 是想要弥补他内心的安全感 所以他会结交很多很多的朋友 来出示他自己好像很有人气 然后很有人关注他 这种通常表现出来都会是比较清纯活泼可爱 他对任何人都是很奔放的 所以他就是希望引起人家关注他 简单讲就是刷存在感 就是这种类型的 那第三个的话呢 比较容易迷思自我的 如果你的首相呢 有这种迷思的纹路呢 就是太阳线上呢 有个导纹 首先你要有太阳线 而且太阳线要长 然后中间有个圆圈圈呢 破坏你这个导纹的话 破坏你这个太阳线 代表就是说呢 其实他人缘人机关系都很好 我太阳我太阳线超级美 但我没有导纹 很好 没有 哈哈哈哈 太阳线 我两边都有太阳线 但没有导纹 其实我们做事业要成功 必须要有太阳线 太阳线当然有名声 可以以名代理 但是呢 像这种太阳线很长 但是有个导纹来破坏呢 代表就是说 其实他的人气很旺 然后他非常享受这种 就是说人家吹捧他的感觉 他觉得人家对他越捧啊 他越开心 但是他迷失了自我 所以当他迷失的时候呢 他觉得他很有魅力 所以他每一个人都可以栽一点扁 来显示他自己很有魅力 所以这种太阳线上有导纹的话 要特别注意咯 好 那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很冲动的 很容易发生一夜情的 就这种 感情线呢 比较短 而且能向下 这种的话就是 这么短啊 对 这种就是属于那一种热情呢 就是马上会展现出来的 例如说可能一件他很相信一见钟情 就是感觉对了 好就可以到摩特尔去了 是 就属于这种的 对他凡事就看感觉 然后看这个对象他喜欢了 他觉得这就是要把握下来 所以他对感情的那种负责任的态度呢 会比较没有 那例如说男生女生同论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男生是这样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只是下半身思考的人 因为这种的话是他对于情欲 尤其是那种身体的欲望会特别的强烈 所以他会控制不住这个诱惑 那这四款守面相的女生呢 其实他虽然是感觉会受不了诱惑 但其实这样的人呢 他天生是很有魅力的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诱惑呢 或是这种魅力呢 转换为一些工作上的桃花 那其他事业会做得很好 好 谢谢啊 来来来 这龙宫大网发生了 第二天而已哦 第二天而已哦 都还在所有人都还想说 想办法解决的时候 你知道吗 第二天他早上醒来 你知道他看到什么 还不是看到报纸 看到有人留了一个纸条给他 对不起 我走了 你不要找我 也不要想我 孩子你带好 老婆跑了 跟电视台主观讲 我帮你们扫厕所 扫厕所 连扫厕所他讲出来 因为他们不要他嘛 他就说你来 一定来借钱的嘛 而且他其实长得是 是比较重一点的 这边问严姐这演艺圈也不都是男生会偷吃 有女生胃口大的也不少 他当年跨进这个演艺圈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做保险的 还做建筑做什么生意做得很好 他觉得因为他长得不是很帅 可是他被我们某一位爷爷之辈的看中之后说 你真的长得太有喜感了 你来拍个戏好了 一拍啊 我跟你讲只有一句台词 就红了就中了 就从此就哇不得了你知道吗 就那个爷子背着这个人啊 他的戏都会有这个演员 可是你知道吗 他因为啊 就是说有知名度之后 他其实原来啊他去投资 他投资那个股票啊什么之类的 很会投资 他曾经最夯的时候 身价最夯的时候 曾经拥有过11栋房子 在那个在香港拥有11栋房子 然后那个存款上亿这样 好啦那娶了个漂亮老婆 还生了个儿子 感觉上好像是还蛮风光的 可是你知道其实啊 他们那时候曾经发生过 这个金融风暴 你知道香港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 是很可怕的 人家卖卖一直跌头 很惨 金融风暴啊发生了 第二天而已哦 第二天而已哦 都还在所有人都还想说 想办法解决的时候 你知道吗 第二天他早上醒来 你知道看到什么 还不是看到报纸 看到有人留了一个纸条给他 对不起我走了 你不要找我 也不要想我 孩子你带好 老婆跑了 金融风暴第二天而已 老婆就跑了 就不要他 小孩也不要 你知道那时候小孩多少 三岁而已 三岁小孩 你叫这个 他也没办法带啊 所以 后来他到处去打听 他真的到处找到处打听 找不到人 跟人家跑了 还不是说自己这样 就不要这个家不要孩子 是他老婆跟人家跑了 一夜之间你知道 什么都没有了 孩子 孩子 讨婆没有钱没有 房子没有了 一夜之间 跟你讲 就像鬼见仇一样 他呢 就因为 因为背太多的债 他去电视台啊 去电公司要拍戏 人家以为他要来借钱 就说你不要来 不要来 因为他知道他 金融风暴少到很厉害 你不要来 不要来 他就说 可是我没有工作 活不下去 我要养三岁的孩子 你知道吗 他出下策到什么程度 他说这样子 跟电视台主管讲 我帮你们扫厕所 扫厕所 连扫厕所讲出来 因为他们不要他 他就说你来 一定来借钱的 而且他其实长得 是比较丑一点的 你的戏也不重要 不要了 因为你现在这么黑 我帮你们扫厕所 我无丑演出 都不要 人家都不要他 就落魄啊 然后小孩那么小 怎么办要养啊 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一蹶不振到什么程度 他只好离开那个伤心地 就是说离开香港 他到处啊 到沿海各地去 去跑那种 那种二三线那种小秀 你知道吗 就几千块什么账去赚 好不容易小孩慢慢慢慢的养大 可是其实 其实跟他之前的那种大明星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好 可是你知道后来 他又上了社会版面 是为了什么事情上社会版面 因为已经不红了 也没有人要 也没有 那个爷也不会再找他回来拍戏了 再上社会版面 闹了一个大事 因为他后来啊 当然有生活在好一点的时候 他又开始交女朋友了 可是他交女朋友方式 完全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他是交了三个女朋友 住在家里 可是你知道吗 他家里有十一部监视器 也就是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 都有监视器 拍这三个女朋友在干嘛 三个女朋友跟他同一个屋檐下 同一个屋檐下 同一张床铺 他要统一管理就是了 统一管理 所以你知道吗 整个人性格可以变化到这个样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没安全感 就是没有安全感 因为当初我在最夯的时候 我有十一栋房子 我有上亿的存款 我老婆可以一夜之间跑掉 跟人跑了 所以我现在稍微喘口气 我现在即使现在名气不在 可是我交了女朋友 你们愿意跟我在一起 可是我要严格地监控你们 所以呢 这个昔日巨星 现在就是过着这样子一个 其实是蛮不堪的一个生活 而且其实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难怪说有一位男明星 老婆不但偷吃 还不止一次这样 这个也是很著名的 就是当年轰动的 就是阿B跟张晓慧 大家这个印象最深刻的绿帽 但是那么久了嘛 时间蛮久了 当年是很轰动的 我先讲他当年为什么这个 张晓慧会给阿B带绿帽 他跟这个白头老翁 陈耀明这个商人怎么搭上的 其实原来陈耀明这个 就是张晓慧外遇对象呢 他有个老婆很漂亮 叫Suzanna是个名模 这个模特尔跟张晓慧是闺蜜 那他们当年两对夫妇 阿B跟张晓慧 陈耀明跟Suzanna 都经常参加香港的包场 上流社会的这种宴会 大家都认识 可是一直到Suzanna呢 她得了罹患癌症 这个票呢 女生模特尔明模忽然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以后 小孩子长大上小学了 儿子上小学 儿子上小学呢 就托这个闺蜜 托张晓慧带儿子去剪头发 因为妈妈生病在床上 不能去做这些事情 带儿子去剪头发 带儿子去买鞋子 做这些事情 那张晓慧就做这个Auntie 阿姨 做Auntie呢 然后就跟这个白头老红 陈耀明两个就开始 有机会吃饭了 吃饭以后呢 陈耀明就被他的这个 这个个性吸引住了 女强人的个性很厉害 男的做生意的嘛 原来当年 大家记不记得 张晓慧有在卖二手衣 对 那时候阿B还很红 很忙在台湾拍戏啊什么的 那张晓慧卖二手衣 就有一天晚上 就飞到上海去 去弄二手衣的事情 陈耀明就在这 陈耀明在上海等他 他们两个在那边相会 大概十几个小时 十个小时 很快就回来了 那结果张晓慧 这班飞机上面 刚好坐了一个香港 大周刊的记者 就碰到了 就跟到 因为男的来接飞机 他们一看就吓坏了 怎么会这样 然后一接飞机就十字紧扣 就拍了 陈耀明就慌了 就说没有这回事 而且就跟周刊讲 千万不能够公布出来 因为 你公布会伤害四个人 我的老婆现在离癌 伤害很大 那阿B在拍戏台湾 阿B根本不知道 那你到底怎么办 好啦 周刊就想说 那这样也对 可是周刊就要有个备案 因为周刊也不是吃素的嘛 是 拍到这么大的独家新闻了 就说好 你到我们周刊来 给我们做一个备 就好像警察用笔录一样 给我们做一个备份 什么备份呢 给我们做一个完完整整的 专题专访 为这个事情 但我不跟 我都不登 可是一旦你们将来的事情 破了 而且你还继续跟他交往了 你真的让他戴绿帽了 我这个就要登出来了 交往条件 那当时陈耀明就觉得 他不是 他就跟周刊 我看到这篇报导 他跟周刊一直在讲价 一直在脚脱 一直在一直在说 他根本就是朋友啊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后来据说就是他 他被别人也知道了 所以周刊就把他登出来了 那当然这个绿帽 戴的最可怜的就是阿B了 阿B是很后面 阿B是很后面才知道的 那当时阿B他后来怎么知道的 就是有一次 因为他都以为是好朋友 有一次请陈耀明来家里吃饭 大概讨论债务的问题 讨论这个金钱问题 吃完饭酒过三询之后 那阿B要送陈耀明 阿B就没有喝酒 陈耀明跟张晓辉喝酒了 阿B就先上车去暖热车 就从后视镜看到 两个人大概喝了一点酒 也围醺了 阿B没喝很清楚 两个人在外面 就在家里的一出门口 就手牵着手了 阿B其实就已经知道了 就后来就这样 因为这样知道 加上媒体啊什么的 所以他这个绿帽戴的 其实当时真的非常难堪 那后来这个绿帽戴完以后 大家知道新闻又不断过啊 两个人后来就变成仇人了 就开始互骂了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 不但给他戴绿帽 还给他争吵不休 一直很难堪在后面 对 好忙的人生 他的理智会掌控他的冲动 他会觉得说 我为了这个刹那间 我跟你在一起 万一影响到我的事业怎么办 影响到婚姻怎么办 万一你来闹我怎么办 或万一你怀孕怎么办 或万一我们的家庭 因为这个冲动而破碎 我的女儿怎么办 所以他会考量比较多 所以他就会比较不会去出轨 所以对另一半会比较中心 美玲老师 我们就来分析什么样姓名笔画的人 婚后对另一半是属于中心不二的 这个就是个性要比较拘谨严谨的人 我们把它分男款跟女款 我们先来看男款 男款的话看他的人格 人格也代表他一个人的习性动作 我们当我们人格有五画十五画二十七画的人 这个通常会比较少一点 有这些笔画的人做任何的事情会比较严谨 其实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男人说看到 漂亮的女孩不多看一眼 连我们看到帅哥我们也会多看一眼 但是有这些笔画的人他同样的看到美女 他的理智会掌控他的冲动 他会觉得说我为了这个刹那间我跟你在一起 万一影响到我的事业怎么办 影响到婚姻怎么办 万一你来闹我怎么办 或万一你怀孕怎么办 或万一我们的家庭因为这个冲动 而破碎我的女儿怎么办 所以他会考量比较多 所以他就会比较不会去出轨 对另一半会比较中心 那有这些笔画的人 也比较传统的思维 所以当他婚后 他大部分都用心在于他的事业 我刚刚才算了 贾奶量就是这个格局 真的哦 你知道吴奇隆也15画 张学友也27画 他们这些 他们这些 都是七如耶 对 真的 因为人格有这些 男生人格有这些笔画的人比较少 但是有这些笔画的人 特别都是会了 有这些笔画的人 他婚后他会比较踏实 你知道有一些男人 婚后会开始肆意会变得好 因为他觉得说他有责任感 他觉得说我必须要给我的家庭好的生活 所以他就会开始把他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 那当他有诱惑来的时候 他不是没有心对这个美女没心动 只是他会考量值不值得 因为他有这些笔画的人做任何的事情都会考量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的平衡 如果不行的时候 他还是会舍掉那种刹那间的冲动 我们来看女版的 女版的这个呢 就要看地格 地格代表女人对她的婚姻的价值观 你知道很多女人婚后 你知道女人是比较难搞 女人很多婚后呢 她又想老公好 又想马儿不吃草 然后自己又想要闯一番事业 但是有这些对道的人 她呢会稍微比较安定一点 不会像一般的女人要的那么多 她一旦选择婚姻之后呢 她就会比较选择家庭 我们看当她地格 地格有15画 17画 26画 27画 有这些笔画的人呢 都比较传统 年年夫人 好棒哦 你看我们常在讲一个数字 我们常在讲17 27 都是讲到她不好的代夫 对不对 总是幸福 我们常在讲这两个 年年夫人又不是逼到头了 才懒得出来当名嘴 有这些笔画的人 通常都是婚后 她就很少跟朋友出去了 我真的是这个样子 婚后她就没有失了的生活 婚后没有朋友 完全是家庭 小孩这样子 她会以夫 以小孩为天 有这些笔画的女人呢 她在婚前是另外一回事 像年姐呢 在婚前应该对工作是很用心的 因为27画也是霸气的 但是这种呢 通常婚后呢 她就会以家庭为天 你就会开始一旦婚后 你会没有了你的生活 没有你的朋友 你也什么闺蜜 什么都没有了 整天你就用心在你的家庭上 都是以家庭 但这种就是说 她也是两种 两种就是如果碰到好的男人 这种如果碰到这种居家的是很好 但如果碰到 都没碰到无极楼 没有碰到 可是 所以有这种笔画的人通常 有两种好吗 年姐跟刘诗诗蛮像的 哎呦 黏诗诗的 刘诗诗有两种好吗 就是 他是哪个诗 诗人的诗 那个 写诗的诗诗人的诗子的诗 诗是13画 两个诗就刚好26画 哎呦 绝配 所以他们这一队 吴奇隆他们这一队 绝配了绝配了 他们婚后呢 就会比较是黏在一起的那种 就比较会出双入对 比如说我们工作完了 我们可以去旅游 我们可以一起在家里做菜 我们一起可以去完成我们的梦想 所以有时候婚姻要配对人 配不对人自己就会比较辛苦 你看刚刚好配到 哎呦 所以这种呢 就是说 他如果碰到对的人 他就会很幸福 但是相对的 因为他为了家庭而去牺牲一切 如果万一碰到不对的人 自己就会辛苦 所以有这些笔画的人呢 我们就要挑那种比较安定的 不要太会应酬的那种男生 他的婚姻自然就会幸福 辛苦了 年十十 年十十 来来来 对婚姻不忠的人当然是不对啦 可是有时候你说 到底是谁不对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这个新闻就是说 哎呦 王文阳先生的千金 百亿千金王思寒 嗯 哇 说被拍到 跟不是先生哦 跟因为摄影师 在街头拥抱 他们家现在 现在目前是 这个是他先生哦 这是他的老公 也是帅哥啦 现在到底离婚了吗 还没还没 王思涵在17岁那一年 认识了黄建伟 黄建伟的爸爸是某大学的教授 是书香世家 王思涵本身是台大经济系 这个男生是正大 而且是硕士 所以学历都很高 17岁认识 19岁交往 他们倒是最近这几年 他们才结婚 2015年 他们在北海道完婚 那在北海道完婚的时候 就是请了那个姓林的婚纱摄影师 就是熊抱男 现在这个整个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结婚之后 因为王思涵是王文阳的独生女 所以结婚之后 他是住在王文阳的家的对门 王文阳呢帮他买了豪宅 也让他当工作室 也让他当那个家 他们在结婚前 就已经共同有开 就是黄建伟跟王思涵 他们就有共同经营 一个公司 这公司资本额3000万 也都是王思涵出的 结婚后要增资1000万 line上面说老婆 我公司要增资1000万 老婆说怎么给现金 老婆立刻现金搬出来 1000万 然后这个故事里面 老婆其实宠老公 怎么宠呢 老公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不好是不是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马沙拉蒂跑车 那就400万 马上就搬了一辆 中骨跑车送老公 老公 怎么开口就这个啊 对啊 心情不好啊 心情不好 我想吃牛排 你这样太容易满足了吧 你的格局真的是 真实在是 真实在是 很难的啊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 真是带不出去 哈哈哈哈 怎么会嫁给你这种男人 是啊 不用吃牛排 不要紧张 你还说一点 啊 来 故事就来到了 当老公生日的时候 黄建文生日 那就送他89万的重型机车 之后呢 来了 老公说 我在你们家没有尊严 你爸爸看不起我 你哥看不起我 现在连你都看不起我 那你知道 王思涵会觉得 我17岁就认识你了 你应该 17岁的时候就知道 我家是这样啊 那你现在说 你没有尊严 所以就吵起来 这个男人就说 我又心情不好了 他要去酒家 酒店 就让他去 去之后呢 这个老婆就发现了 他跟这个酒店小姐 叫晴天 有一些比较暧昧的 晴天 对啊 晴天霹雳 晴天霹雳 对啊 晴天霹雳 这种点来了 王思涵的朋友说 这个老公呢 黄建文脾气不太好 所以吵架的时候 他们的宝贝还很小 所以这个老公就 拿起了婴儿车 就往王思涵身上砸 就把他的这个地方 手臂就砸了 好齐了 两百亿千斤 你拿娃娃车往前砸 这个照片是不是 那个 现在王思涵就控诉说 他老公家宝 但我要强调 老公是否认的 老公说他明明 2017年8月 就被他赶出去了 那我接下来要讲一件事情 小两口就闹离婚嘛 当黄建文搬出豪宅的时候呢 双方就开始谈 离婚要给多少钱 王思涵这边说 两亿现金 儿子的共同监护权 你要不要 但是黄建文说 不要 为什么呢 他说 太少了 不是 有人给了我影片了 你王思涵 跟着跟我们结婚时候的摄影师 跑去新店吃羊肉炉 被拍到 这里 还雄暴了一下 这个粗犷的摄影师 所以呢 黄建文透过律师要求是 15亿现金 4亿豪宅 以及儿子单独监护 哇 全要了 2亿不行啦 不够看 不行 因为王思涵的200亿的财产 你分不到了 因为他们有财产分割 而且这个200亿财产是来自 他父亲的政 总之这部分你分不到 那这15亿他分不分得到 或分得到2亿吗 因为黄建文现在提起诉讼是 他的配偶全被侵害了 律师不是常常讲吗 为什么配偶全被侵害 你是我的母 可是你现在跟别人在街上 有一个雄暴的动作 那我心情很差 所以要求是精神抚慰精 所以现在他们在打官司 所以这个话题我为什么说 男人的尊严是2亿 还是15亿加4亿豪宅 可是我告诉你们 差不多20亿了啦 这一点都不多 谁拿三星手机 三宋 三宋的公主 公主 嫁给一个保全 这个保全自杀两次 就轻生了两次 去看了10次精神科医生 现在就要离婚嘛 李富珍三星公主也说 三亿你要不要啦 买单走人 对不对 三亿 不要 三百亿 你三星一千亿 我拿三百亿 不过分吧 三百亿的韩币也是要打折一下 台币啊 三星有一千亿身价啦 那个新罗饭店是李富珍在经营 双宋在那边结婚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很可能这个李富珍要接班 所以他才要把他的老公的问题 处理掉 三亿 我看精神科医生的钱都不够了 三百亿 他们会被女生嫌弃 只顾自己 而且呢 有点自私 他们做事情很认真 做事情很细心 做所有的工作 他们其实也很认真的投入 但是对女生来讲 他觉得说 你结了婚以后 其实你应该把你的家庭 跟你的工作做一个平衡的分配 不能够还是只顾你自己的事业 因此呢 有可能女生到了这个几年之后 就会跟你述出离婚 或者是干脆到外面去发展自己的恋 艾美的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星座的男人 容易被女人背叛 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自己 就算你找到了上亿身家的千金 但是如果你名列上榜的话 你还是会被他背叛的 我们看看哪些男人的星座 跟组合这么倒霉 我们来看一下男人的太阳跟火星 如果有上榜的话 要特别注意的原因是因为 你本身男性的这个魅力不足 所以才会被女生背叛 我们看看哪些星座男生这么倒霉 来看一下第三名上榜的是太阳火星 如果落在水瓶座的男生 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很有可能会被女人背叛的原因 你就是啊 是不是水瓶火星啊 火星 火星 完蛋 完蛋啊 来看一下 火星是水瓶 完星太重 你这种不用这么大声叫的 都是你我就是啊 我不叫也会被人家发现 摄影师一照就照到了 好啦 这个至朝无罪 所以整体来讲 水瓶座为什么会被女生背叛的 原因是本身水瓶座的个性 完星比较重 会觉得说不顾家庭 那对女生来讲 他其实喜欢这个男人 或者说愿意跟这个男人共结的连离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点 就是说这个男生有没有责任感 对家庭重不重视 那也许对水瓶座来讲 说我婚后还是可以有我自己的兴趣 婚后还是可以有我自己的正常社交 或婚后我还是可以拥有我的朋友 但是对于女生来讲 如果你婚后 你还是在重视你的社交 重视你的兴趣 重视你的朋友 那么你就是完星太重 你好像不顾家庭 因此呢有这样的组合的人 基本上就容易被女生背叛的理由 就是他认为你不负责任 那么第二名的朋友是太阳火星 如果落在这一个星座的男人 也是容易被女生背叛 是金牛座 来来来看一下金牛座 为什么容易被女生背叛的原因 他们会被女生嫌弃 只顾自己 而且呢有点自私 太阳火星 其实金牛座男人 他们做事情很认真 做事情很细心 做所有的工作 他们其实也很认真的投入 但是对女生来讲 他觉得说 你结了婚以后 其实你应该把你的家庭 跟你的工作做一个平衡的分配 不能够还是只顾你自己的事业 只顾你自己的工作发展 只顾你自己的赚钱 如果你婚后 还是只想要维持你自己的 这个赚钱的获利的话 你不顾到家庭 不顾到小孩的话 那到时候遇到了一些 这种感情的矛盾的时候 或感情遇到七年十年的 十年久的话 他就觉得说 好像这段婚姻的这个付出 都是我在付出家庭跟小孩 你都没有尽到责任 因此呢有可能 女生到了这个几年之后 就会跟你诉诸离婚 或者是干脆到外面去发展 自己的恋情 所以呢对于金牛座呢 他们会被女生抛弃的原因 就是女生会嫌弃她 只顾自己 只顾工作 而且有点自私 再来看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火星 如果是落在这一个星座的话 巨蟹座 也是容易被女人背叛的 原因是因为 女生会嫌弃 这个太阳火星 如果落在巨蟹座的男生 他认为你个性太软弱了 不够强壮 其实女生希望的男生 就不管你要有责任感 而且你要对家庭有心以外 还要就是说 你具有要有男生的这个魅力 或男生的这种 强壮的这个体格 或者是很有这种个性的 这个男生的样子 但对于这个太阳火星 落在巨蟹座的男生 他会比较斯文 会比较好说话 或者说遇到矛盾的时候 他会比较选择退让 或者是周全这件事情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被女生嫌弃说 啊你太软弱了 你似乎不够强壮 不能够保护我 因此呢 因为这几个理由 他可能会被女生背叛 因此呢 有上榜的星座 水瓶座 金牛座 以及巨蟹座 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些缺点 以免在婚姻当中 被女人背叛 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有的时候 男人也是要多 多点时间陪老婆 对不对 也是 年姐 所以有的男明星 拍戏时间啊 或者工程太长 冷落老婆 结果老婆也实在受不了 这个男艺人啊 非常非常红 因为会唱歌 会作词 会作曲 还要参加影视工作什么的 非常非常忙 忙得不得了 而且真的是一哥这样子 老婆呢又长得很漂亮 可是呢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男明星啊 一出去 只要人家一拱啊 他就 喝酒 喜欢喝酒 一喝酒 就完了 就偶像的样子 完全都变了 然后就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 他曾经因为喝酒啊 闹过社会版面 就是大打出手 在街头上大打出手 上了很大的社会版面 好 那之后事情传回来之后 人家就去问他老婆说 那你老公 这个样子你都管不到 然后天高皇帝远 然后曾经出事情 你知道吗 只要啊 老公出事情 结果他老婆学乖了 那我也去喝 我也喝一点 看你会不会怕 好 刚开始老公有一点点害怕 可是后来啊 变本加厉 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后来有一个 又是一个天王 有个天王 他们好朋友天王 在海外海岛婚礼 全家都去啊 带个小孩去参加 还当那个什么 总招待这样子 他老公那个巨星 你知道吗 招待招待招待着 又喝酒了 一喝酒之后 那人家是 人家那个也是 世纪婚礼在海外 那个天王当总招待 喝酒之后 发酒婚 走钟了 走钟了多厉害你知道吗 在现场鬼吼鬼叫 在地上哭打滚 人家结婚的天王 都吓到这样 吓到也出了整个事情 然后那个贵宾 都来自世界各地 两岸的巨星来参加 他想你们的总招待 也是个知名的明星 怎么这样子 很丢脸很丢脸 后来是五花大榜 把他架着 把我们的巨星架着这样 架出去 结果他老婆在现场 人家就说 你老公又这样了啦 笑死人 他老婆当场就哭了 就说 我忍他很久了 我这很快不能忍了 你知道 当场就崩溃 后来人家就发现说 这个老婆 除了说之前就是老公喝 他也跟着喝 后来呢 他当这种爆发之后 后来大家就看到说 其实他就常常 开始去上夜店 上夜店 跟很多闺蜜啊 这样出去玩 那因为老婆真的很漂亮 那我们条件很好 漂亮的要命的漂亮 真的 比任何明星都漂亮 没错 所以人家就说 那你出来当明星啊 那你出来什么开店啊 就很多人拱他 他本来都不愿意 不愿意 可是后来发现 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这个老公啊 这个天王老公 除了那个酒饮 发作很可怕之外 他后来开始 他开始当经纪人了 就因为他很红嘛 他可以带很多人去上节目啊 然后他又都很厉害 做词做曲都很厉害 他就开始签那个女团 签女团 都是很漂亮很辣的女生来嘛 三个五个七个这样一团 就会整个公司 都十几个女生这样子 人家就跟他讲说 你放任你老公这样 这太危险了 每天跟那些女生 那些都十七八岁 二十岁很漂亮 每个人这样子 腿这么长 比你年轻 你虽然很漂亮 然后他就很紧张 他就好 那我就去当明星 他就跨出内部 他就把自己成为一个 也算是 什么什么团之类这样的 可是他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那个反应效果真的超好的 也就是说 找他的人 包括有代言品牌 甚至于有人要找他主持 有人要找他主持 哎 忙得不得了 忙得快要比他好 老公要忙了你知道 老公有点紧张 可是 老公就到处跟他讲说 有一次老公自己在 微博上面抱怨 就说 离婚不晓得什么感觉 老公自己还抱怨 因为他会紧张 会害怕说 离婚不晓得什么感觉 那人家说 你老婆怎么了吗 还是你怎么了吗 你们要离婚吗 然后第二天呢 他就说 哎 一言难尽 大家就跑去问他老婆 他老婆说 离婚我也是想了很久了 不要以为说我不敢 我也是想了很久了 我也是想了很久了 那这事情就是变成就是说 好 现在只要是他老公 怎么样 老婆呢有招了 因为老婆现在比较强大 强大强大了 所以也没在怕 那我现在也有名了 所以 如果你再去贴微博说 离婚是什么感觉 什么滋味 那我也会接 离婚是什么感觉 离婚是很爽的感觉吧 他也会这样讲的 所以呢 你不要先自己做这些事情 等到这一边呢 我觉得老婆 等到她有一天 她已经这样子 茁壮了 或许她已经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不要再忍了 我觉得终有那一天了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这一对真的 非常非常的危险 她当时自己承认了 她当时还去敲男主角的门 不是我们家很多剧组里面 拍外景去敲导演的门 敲男主角的门嘛 这个女演员当时去敲男主角的门 又是跟老公 又被老公知道了以后 又跟老公讲 就还是那一套 她真的是 她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 她为什么会太投入戏呢 还怎么样 每次一到了剧组里面 就忍不住了 就会这样子 她请她老公一定要原谅她 结果一而再再而三 最后终于离婚了 因为她老公绿帽戴太习惯了 每天都在戴绿帽 就离婚了 美玲老师 我们来看看 什么样性命比划的男人 我问一下吴美玲 她娶了老婆却不会疼 我们看到有两种 一种其实是很重朋友的 一种是自己个人比较自私的 你知道有一些男人最怕 最怕人家 哥们讲她什么 你欺管言 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种 第一种这种重朋友的 最怕她的朋友 哥们讲她欺管言 所以这就要看地格 我们看地格 当她的地格有十二十八 二一二七三十 有这些比划的男生 比较重朋友 你知道有一些男人 结婚之后她下班就会回家 这些男人结婚之后 她很喜欢跟哥们聊天 哪怕每一次都在聊当鞭的事 也无所谓 喝喝酒 泡泡茶 或者是假日 或者是假日她要玩重鸡 我的朋友哥们 现在都在玩重鸡 我也要玩 所以她就会看哥们在玩什么 她也会想要跟着玩 所以也不是说完全不疼 但是最起码这一组的人会在家里 先把家里的事情做好了 然后她才出去玩她 所以但是有时候老婆 也会觉得说她不够疼爱她 那再来我们看这种 另外这个就是比较 自己比较自私的 这一定要人格跟地格有对到的 这个我们来看 当你的人格有17对到你的地格15 或者15对到24 或8对到14 24对到20 27对到23 23对到21 这一组的男人 她的本身她会觉得说 我已经白天工作很忙了 我下的班就是我个人的时间 所以你得还给我 你知道有一些男人回到家里 是完全不做家事 也不闻不问小孩子的事情 他如果说帮你倒个垃圾 他会觉得说我是在帮你 他不会觉得说 这个家是我们两个一起的 理所当然的 所以这些这个男人呢 他会本身回到 你知道现在很多男人回到 这个是爱往外跑 这个呢会待在家里 待在家里干嘛呢 他可能回到家里 他觉得我白天工作 已经用太多时间在工作上 所以我下的班回家 我要打我的电动 我要玩我的电脑 我要看我的书 我要做我的什么事情 那至于小孩子的事情 那是你应该要做的 到垃圾也是应该你要到 任何的事情都应该你做 所以这一组的人呢 会比较让老婆就是怨恨他 怎么我们结婚之后 你都过你的生活 我过我的生活 你知道有一些男人回到家里 他是回到家里之后 因为他累了 他就在家里自己 关在他房间里面 他玩他的电脑 完全不管老婆的 老婆在家里干嘛 他都没有 那只到睡觉了 又睡觉了 隔天呢又是下班回家 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所以男人呢 女人会觉得说 这一组的男生呢 比较自私 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比较站在自己的立场想 所以女人就会觉得说 他比较不够疼他 只要多一点时间 光环你的另一半 感情自然会好 这边问一下麦格说 有一个艺人跟爱完的老婆 我离了婚之后 这个反而找到真爱 这对艺人啊 男生女生都是明星 都是演员 那女生呢 也是惯性给男生戴绿帽 他其实在他们交往的时候 男的是男演员本来有名气 那女生是刚进入演艺圈 女生的第一部戏呢 是男生的妈妈 带他去见剧组 可是没有想到 那是男女朋友的时候啊 女生就跟 第一次演戏 就跟男主角 上酒店了 被发现了 那当时还是朋友 那朋友没有什么 还没有结婚嘛 你还也许可以逃得过 当然有话语传到 男的这边来 男的没有听进去 两人结了婚以后呢 女的慢慢开始红了 就比这个男的还红 可是这个女生呢 就惯性的出轨 惯性给男生戴绿帽子 一个戏呢 他就跟里面那个 男演员的弟弟 因为弟弟长很帅 男演员弟长很帅 经常带东西来看大家 给大家吃啊什么的 他就跟这个男演员的 男主角的弟弟 对上眼 两个在一起了 给他老公戴了绿帽 那老公就吞人了 因为老公没有他 那么的红 他又跟他老公忏悔 说他不是故意的 他就说他心中 有个魔鬼住着 他就觉得说 希望老公 他就说这个卡丽 对 是他不是我 对 结果后来呢 他又大红 大红又跟这个 男主角 他后来最后 是这个事情 都是被他老公后来 爆出来的 他当时自己承认了 他当时还去敲 男主角的门 不是我们讲 很多剧组里面 拍外景去敲 导演的门啊 敲男主角的门嘛 这个女演员 当时去敲男主角的门 又是跟老公 又被老公知道了以后 又跟老公讲 就还是那一套 他真的是 他不晓得 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为什么会 太投入戏呢 还怎么样 每次一到了剧组里面 就忍不住了 就会这样子 他请到老公 一定要原谅他 就一而再再而三 最后终于离婚了 因为他老公 绿帽戴太习惯了 每天都在戴绿帽子 就离婚了 他老公后来 娶了一个女演员 然后两个就退出 就没有演戏了 可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 他们这个 这个前后顺序 不是这样子的 老婆戴绿帽事情 今天大家都不知道 媒体也不知道 而是他老公 认识了这个女生 要结婚 人家说 哇老公出轨 有小三 老公才跟这个女明星离婚 然后结了婚 老公也不讲话 就退出了 就不演戏了 两个人都不太演戏了 都是明星 直到后来 因为若干年后 老公有一次 因为这事已经很久了 那他的老婆 已经变大明星了 超级大明星 你说他现在老婆 还是之前的 之前的 之前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他是戴绿帽嘛 是 人家都说千夫所指说 他批小三嘛 对不起他老婆嘛 老婆是大明星 他也是在后道 都没讲 后道 后来有一次 酒后土真言 告诉了一个周刊 独家报道 一个独家的媒体 把他老婆以前的往事 才抖了出来 才知道说 原来他是很苦的一个男生 他都是戴绿帽 戴习惯了 最后他实在是没办法了 才会去另觅他图 当然他现在的婚姻很幸福 因为这个女演员 对他也非常好 这个男演员 他好长一段时间不演戏 最近开始 有活跃的迹象 对 恭喜 是 不能告诉你 不好说 来 艾菲尔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星座的男人 嫁给他 一定很幸福 好 我们来参考一下 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 请大家参考 太阳以及上升星座 哪些星座的男生呢 如果你嫁给他 你会很幸福 那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的 星座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的话 摩羯座 如果你能够有幸 嫁给摩羯座的男生 你会很幸福 因为摩羯座 能够带给你什么呢 它可以带给你 温柔专注的爱 而且它对你是 唯命是从 但是这次 其实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说 基本上这是摩羯座 对于你是有爱的 如果说摩羯座 对你有爱的话 它其实是 对于你所说的话 它是能够唯命是从的 它会把很多的 这个心力 跟专注力 放在你的身上 对你的话 就是毕恭毕敬 而且呢 它会把你捧在手上 当作是小公主 或者是当作是一个女王 一样疼爱 因为它对于你的爱 会非常温柔 很多人会觉得说 摩羯座不是很冷酷 很冷漠 或者是说很严肃吗 其实摩羯座 有很多丰富的爱 它基本的条件 就是说 它对你是有爱的 的基础当中 它会为你展现 温柔 以及专注的力量 演艺圈有没有 这样的例子呢 有 周杰伦就是这样的一个星座 在那边看第二名上榜 太阳上升 如果是 妇女座的话 它可以为你带来幸福 我们来看看 它可以为你带来什么呢 为你带来认真 跟责任 对你是细心 而且贴心 其实有时候 大家会埋怨 处女座她的个性 会不会很龟毛啊 会不会很碎碎念啊 或者是很注意小细节 或者是很啰嗦 但是 其实你认真思考 处女座的各种的叮咛 唠叨 其实都是为你好的 它怕你忽略了 它怕你忘记了 或它怕你因为疏忽 而让你自己伤害到自己 比如说走路跌倒 或开车 迷路之类的 所以它会为你展现出 更多的细心 跟贴心 以及它为你表现出 婚后应该有的责任 跟负责的态度 尤其是处女座 其实很喜欢 在居家的生活当中 为另外一半做一些家事 这个部分都是处女座 表现出 对于另外一半的爱 那么演艺圈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有的 我们的那个金纯姐的 好说好说 我的先生是处女座 很巧 对对对 还有呢 演艺圈 除了有这些好处之外 真的很啰嗦 处女座 就是贵哥 变贵奶花 应该不会啦 香港也有这样的例子 张志玲跟袁永怡 张志玲就是这个处女座 对对对 处女座 他们在这个尾龙上面 都其实很恩爱 这样我们看第一名的朋友 如果你有 法官就说那看验证据 看 你能不能接受看 她说可以 看啊 你就看 那老公就找了两个 就家人了 大概就这样 好 她就当庭就看 那女生就哭啊 什么的 要求就是要离婚 然后要求要两三亿 就是这样的价钱 法官又说 好 那现在双方有没有什么证据 要提出来 好 那这个时候老公就讲说 我也有证据要求当庭坎言 他要求当庭坎言 这样我们看第一名的朋友 如果你有幸嫁给这个星座男人 你一定会很幸福 究竟是谁呢 太阳上升 如果是 狮子座的男生 来 为什么呢 因为狮子座男生 婚后可以为你带来 一个非常丰富的婚姻生活 最主要他们的个性 是非常的幽默 而且风趣 很多女生很怕 婚后老公变得冷漠 或婚后老公变得很木讷 或是婚后老公一点都不有趣 但是如果说你有幸 跟这个狮子座男生结婚的话 其实他们的个性是很丰富的 他们会把生活 或家庭营造得非常的欢乐 每天就像是回到一个这个 很愉快的一个小天地里面 因为狮子座本身就喜欢玩了 而且他很幽默 他愿意分享跟你 他过去童年时候的一些梦想 或者是他的一些兴趣 或者他一些收藏 或者他的一些嗜好 因此跟狮子座男生结婚 我觉得了 他的这个幽默感 跟风趣的态度 会让你觉得每天都充满欢笑 那么演艺圈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也是有的 那么狮子座男生就是 许智安就是狮子座男生 对 所以呢 他的婚姻也是非常的幸福 因此呢 可以跟想要获得这个幸福感的女生 可以试着跟这三个男生结婚或交往 分别是摩羯座 处女座 以及狮子座 给大家做参考 好 哎呦 是是是 讲到想长仙 男生也想长仙 女生也会想长仙 但是你看前面那些案例 泡一下15亿 好 来 尚美之有一位名人太太也是想长仙 结果哇后悔了 这个男主角 我先讲这个男主角呢 他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富商 一个富商 他本身家族企业也很大 那这个富商呢 他娶了一个很有名的美女级的 我也不能讲他的工作 我有点像艺人 又有点在音乐界发展 只能讲到这里 因为当年很轰动 他们的婚姻呢 就童话跟公主一样 是非常美满的 对外大家也觉得说 嫁得很好嘛是不是 但这当中呢 我觉得有一种氛围 因为我想要延续 刚刚王思涵跟他的先生之间 就是到最后当婚姻破裂的时候 他就会形成一种 公房 有钱人公房得更厉害 我常常用台版 史密斯夫妇来形容 就是有时候 你同桌吃饭 同睡一张床 但你彼此是敌人的时候 是非常恐怖的 你甚至她在睡觉的时候 你可以把她手机拿起来 然后把她的赖留下来 很多时候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我现在讲这一个 这对夫妻是 这个太太呢 后来跟先生之间的关系 不是处得很好 因为她的先生 你知道很富豪 常常会应酬 那应酬就会去哪里 去酒家 然后这种花天酒地 也常常有 这个太太还蛮异想天开的 她为了想离婚呢 她就找了真信社 你有没有觉得 SOP都一样 找了真信社之后 就拍了她的先生 去酒家之后买春 买春之后的影片 然后这太太真的很天真 她们是名人 她竟然拿这个影带 真信社的影带 去告她的先生 就说你对婚姻不忠 你都在外面买春什么 好 就上了庭 上庭之前 她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已经很不好了 已经闹很久了 上庭呢 这种家事法庭 其实有时候也蛮残忍的 法官就说那看验证据 看 你能不能接受看 她说可以 看啊 我就看 老公就找了两个酒家女嘛 大概就这样 好 就当庭就看 女生就哭啊 什么的 要求就是要离婚 然后要求要两三亿 也是这样的价钱 那老公都没有讲话 完全没有讲话 老公就要求了说 可不可以延后开庭 就是说 勘验了这个影带 她承认是她 但是她说她要求 就两个月之后再开这个庭 那法官说 好我们两个月之后再开这个庭 两个月之后呢 这对夫妻又来了 又来开庭了 那开庭的时候呢 法官又说 好 那现在双方有没有什么证据要提出来 好 那这个时候老公就讲说 我也有证据要求当庭看验 他要求当庭看验 就请书记官放吧 因为你知道家事法庭是 其实是公开的 除非你涉及到一些家暴啊 这些 这些才会隔离 就她当庭看验是什么呢 其实这一个女的这个名人 她当时真的很有名 她有小王 她那个小王还是我认识的人 也是某个名人 她把那个小王带回他们的家 在他们的主卧室上 就来来去去了 懂啊 嗯 然后 她的先生 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绿云照顶 啊 这从头到尾就是个局 嗯 她现在是故意出去花田酒地的 她因为想放 就是让她松懈她的心情 她知道你玩过头了 她根本就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家里面光是那个房间跟床上 她起码有八支 尖十七了 对 就你知道三百六十度 什么角度她都拍 看啊 我们就看 我们就当庭看验 就看 你知道我觉得女人有一种氛围 我今天想要讲 有的时候她让老公戴绿帽 不是她真的很想玩 是她跟老公之间的关系不好 她会用这种方式去报复 有些人是这样 结果她玩过头了 她玩过头 那她老公根本就知道 而且她老公觉得我出去 我不是认真的 但你是认真的 那你就不可原谅 我就看我怎么整你 她不但当庭看验 这老公多狠 她当时就把这个消息发出去 我那个时候就是 就接到这个消息说要发这个新闻 可是要发新闻 因为那个小王啊 我也认识 所以那个小王就来押这个新闻 就是说 她说如果你敢写这个新闻呢 那这个女主角就一定轻生 因为她准备轻生 因为她活不下去了 因为这事情其实十几年了 然后她还跟我讲的时候 我不太想放过那个女生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而且又不止你一家媒体 她很厉害她全部都压了 她全部压了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 天神交战说我要不要 就不要发这个新闻 因为那个年代十几年前 如果一个女生被人家讲爬墙 是你知道就基本上就是禁猪笼了 真的 因为男生女生是不公平的 我说实在 那就是禁猪笼 那个女生是当天真的去轻生 是有被救回来 那我就 那我就觉得 我就没血了 结果第二天 我就被我主管真的骂到臭头 别的报纸灯头板头 什么 哎哟 很残忍 很残忍 然后那个所有的巨细迷 法庭勘验 然后又说 哇 全写了 女主角从此就人间整罢了 也离了 一毛都没有拿 那这 而且她老公是可以告她的 因为这又 等于就是通奸啊 而且我是抓到你的 我跟两个酒店妹 我没有什么 我就算三个人那怎样 我用买的 但是你不一样 你知道那个女主角 后来到底四十四活 我都不敢再问了 我也不清楚说 后来的状况 我只要她们离婚了 然后这个美女就很惨就是了 好的来 汤老师 我们马上来进行数字测验 大家测一下未来一个月 我可以波云见日吗 来 幸运数字有 二八八 一五九 八四二 四九三 跟八二九 直觉了 年年夫人 我那个 年师师 八四二 八四二 二八四二 好麦哥 二八八 一发发 好了 来盛梅姐 那八四二 我八二九 来加码二八八 八二九 来 四九三 来 未来一个月我可以波云见日吗 二八八 一五九 八四二 四九三 八二九 好 选定好你的数字呢 下好离手 可以摆脱什么仇云产物 让你波云见日 大家来看一下呢 选到我们八二九呢 由我们的靖淳姐 还有我们的美音老师所选到的 哇 可以摆脱什么呢 摆脱 摆脱感情的障碍啦 所以你的感情会很美满 然后让你幸福 很长存喔 谢谢 表示说 你怎么样很不带烦是不是 哈哈 你可以去尝鲜啦 试试看啦 对 千万不要觉得 看另外一半看腻啦 其实这个幸福呢 就来自你身边的人 所以身边 身心你身边的人呢 就是一个 可以掌握幸福的最佳时刻 对啊 这么多摄影师 哈哈哈 我现在摄影师好红喔 这些跟情色新闻 都可以有关系 真的是很红喔 你是要羡慕 对他们好一点 真的 好来看一下学长 我们的493 由我们的笃铃哥所选到 恭喜你喔 突破难关 展开顺利喔 哇 哎呦 不要再只吃牛排了啦 这个数字呢 有一点海外的运气 如果说观众朋友 喜欢这个数字的话呢 可以多去旅游啊 或是你可能会有外派工作的机会 太棒了 所以这一个工作上会有好的发展 越动越有情喔 是 好来看一下选到我们的842呢 有我们的梅子姐 三梅姐 还有 我有不祥的预感 不好意思 老师 你叫他汤包 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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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的姐姐选到了这个 恭喜你 小人远离贵人想定啦 好耶 这好 老师 我已经两次抽中你都是 小人远离贵人相助 那很好啊 这很好耶 我是说我两次抽中一模一样的 对 那就表示你需要啊 我需要 汤汤你怎么知道 你需要啊 是 纵使有一些四四非非啊 但没有关系 一定可以逢风化交 因为贵人呢 会挺你挺得很好 所以你可以过关斩将 恭喜你囉 好 好 选到我们的159跟288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PK咯 我们两个玩家 我们两个只有20分的艾菲尔老师 不是天哪 是地狱哦 还有100分啊 我们现在159好了 159观众朋友 选到了100分 好帅喔 恭喜你财神爷来报道 如果你有一些财务上的危机呢 恭喜你下个月呢 你可以解除这些危机 让你呢 冠冠难过冠冠过 好 来看一下呢 选到我们的288 288有我们的麦大哥 还有艾菲尔老师 好 恭喜你们精神爽朗 好 不错 精神爽朗 安慰一下 OK啊 过着云鹤般的日子 是 吃两盆汤包就刚好等一下 好啊 恭喜你们 哦 来 谢谢老师 好 也要谢谢各位来宾的分享 谢谢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下次同会今天请准收看 秘密好玩 拜拜